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时候他必定从你手中纳贡献 你千万不能手软 记住了 怎么 你怕了 我 我不怕 我很不能早一点手刃子 贼皇帝强害我全家 杀我阿玛 我天天都想着报仇 我怎么会怕呢 那我刚才怎么听到一点叹息声 只是 只是哭了四阿哥 他被牵连起此事当中 怕是连命都保不住了 四阿哥 什么四阿哥 都是贼窝里生出来的贼主 大爷 你不要这么说四阿哥 庆儿 你就算杀不了这个贼皇上 你绝不能放过他 得让他 尚书房 康熙三十二年始成 原职在西华门内南勋殿 赵祥所等处 雍正初年 射于前清门内东侧为房 为皇子皇孙读书处 书房内 挂有雍正帝玉碧帘 礼身以制成为本 读书以明理为宪 皇子们 一年三百六十多天 只有五天假日 其余时间 无论寒暑 都要天没亮 就起床 上书房读书 天师傅 您老早 阿哥们上书房了 阿哥们上书房了 你干嘛 困死我了 小子 想在玉庆宫当差 伺候阿哥的书房 你就不能困 我 我这刚梦着 混蛋 梦里倒娘吧 赶紧的 走 喜哥 这干嘛呀 这鸟还没起呢 阿哥们就去读书啊 这要饭的还得睡个早觉呢 这话你让我听见了 顶多挨一脚 要是让别人听到了 你屁股就烂了 奴才 给四二哥请安了 进来吧 四二哥歇得好 好 起来吧 那奴才就让新来的蓝珠子 伺候四二哥 奴才却伺候五二哥去了 好 你去吧 辛苦你了 奴才知道了 收口 洗脸 穿衣服 打辫子 记住了 舒脸 曼着 西珠子 这蓝珠子身上 怎么湿漉漉的 这个 他洗脸 他刚来 规矩和习惯都不懂 你多浇他两次就行了 不要拿冷水浇他的头 一早起来冷水浇头 留神落下病 西珠子 你可别把人家从前对你的那些零碎 全倒到他的头上去 奴才 知错了 戍口 洗脸 穿衣服 穿衣服 爷 咱们得先打辫子吧 我知道你今天新来的 必定忙乱 我昨晚睡觉都没把辫子打开过 也没压乱 你就替我把水打来 漱口就行了 是 爷 记住了 记住了 漱口 洗脸 打辫子 穿衣服 林玉佛年 算你糟了 看上个好心的珠子 要不然有你好受 好 够无才 你倒知道舔一脚根 先到那边干嘛去了 乌阿哥 萨哥那边的哈哈珠子是新来的 得让人交规矩 这是 行了行了 赶紧的搜我着 知道 来 那边的早起来了 是 早起来了 读书呢 他每天起这么早 什么时候睡的觉 这个奴才可不知道 你知道个屁 就知道吃喝拉撒 是 奴才生下来就是这样的人 快点 两颗 这 这个辣 好辣 这回算是醒透了 好辣 爷 起来 快起来 祝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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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最美的外线 我给您擦 别碰这补子 不能擦 祝师傅 您这补子怎么是纸的 是啊 怎么是纸 这是补子 这是桑皮纸 原本是不怕水的 可是浄了水 就不能擦呀 那丝线锦绣的 我用不起 看来这纸的 还是靠不住啊 还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给我找颜色 我得重新画一个 这补子没了 别人藏我个失仪 你们担待得起呀 好 好 新人兄好 替纲老弟 去去去 替纲老弟啊 你早来了 你总是让我这总师傅惭愧啊 替纲没有家事之累 能多做一分就是一分 替纲老弟说得对 家事就是累 老婆子要吃肉 闺女要穿衣服 最要命的是我还要买书 替纲 我比不了你啊 替纲老弟啊 今天的课业准备得如何呀 新人兄 替纲有件事要请教新人兄 最近阿哥们的功课怎么有些古怪啊 古怪 阿哥们在书房这么久了 照说该侧重侧论制法了 可是最近新人兄出的题目怎么都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替纲啊 你是不是觉得人长大了点就不用管做人的道理了 我觉得呀 越大越要讲做人的道理 新人兄责备的事 严重了 严重了 朱师傅 颜色准备好了 快快快 阿哥们上书房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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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师傅哥他们怎么冲墙站着呀 奴才碰到主子得把脸冲着墙 这是老规矩了 阿哥们上书房喽 以后也得这么着 要不然小心屁股 哦 记住了 怎么也困了 待会儿有时间睡 这也太早了吧 这鸟还没起呢 你懂个屁 这上书房可是宫中的大事 不得了 为什么不得了呢 因为未来的皇上 就从这个书房出 你说这得了吗 所以说这伺候书房呢 是天下最吃苦的差事 为什么呢 因为大清国逞前名之师 对皇子读书 那是格外的重视 可天不亮就得起来读书 为什么要起那么早呢 连鸟都没起来 这皇子们就得起来 没人知道 大概早晨起来 人的脑袋 还没有被杂事占住 读书写字记得牢吧 嗯 对 知道了吧 奴才该死 该死 奴才该死 三个好 三个好 奴才该死 三个 三个 奴才该死 怎么了 红珠子这笨奴才又怎么了 怎么了 老五 你看看我这辫子 这辫子不挺好的吗 好 你叔叔多少花瓣 你个狗奴才 你简直把我气死 奴才该死 奴才该死 我这辫子 加上辫花得二十七瓣 积数为阳 他怎么能给我编成二十六瓣呢 简直是气死我了 我 对了 他还说 说给我编的时候我睡着了 我 我睡着了 那你不得好好变的 瞧出什么不对来了没 瞧出没有啊 红宝石啊 我鞋上可镶着红宝石呢 一脚没了 我让这个奴才打自己嘴巴 直到找着为止 今天要是找不着 就打死他 三哥 罗斯 大圣人 说吧 是我的错不是他的错对吧 那是三哥的错啊 当然是奴才的错 照我看 这么大的错光打嘴巴算什么 就应该直接拉到菜市口 一刀咔嚓了他 杀了他 可是三哥 这进宫中 他老是这么爬着找东西打嘴巴 让人看见了 人家不知道奴才犯了什么错 只说是三哥 玉下过于磕眼 四哥说得对 奴才 奴才该死 来人呢 奴才该死 让你个奴才慢慢找 不必打自己嘴巴了 醒醒呀 小爷 hail 万獨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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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万獨爷 传御仪 传御仪 快传御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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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있으면 快传御仪 快ản 走 走 走 快 快传秘仪 来 万岁爷 您总算是谢了 万岁爷 您可把奴婢吓坏了 羽衣来干嘛 朕没病都下去吧 万岁爷 依臣看万岁爷这是操劳国事 一致气虚不调 夜来多梦 真没病 你们都退下去吧 万岁爷 臣妾知道您为了仙农之计 已经摘祭了两天了 这摘祭的事异道神志 万岁爷 如果您觉得龙体无恙 那就尽一副生脉汤好了 先农之计 乃国之重点 朕身为万成之尊 不能亡乎轻视 朕只是危感不适 你们都下去吧 下去 下去 什么时辰了 上书房要开了吧 师父们可都到了 茶水房得预备好开水 阿哥们起得早 别让他们猛灌茶水 得冲些糖水 万岁爷 您就放心吧 这上上下下都知道 书房是宫中第一大事 误不了的 三阿哥 上书房 三阿哥 上书房 三阿哥 上书房 拿去吧 赏你了 下回可别再给我念叨这玩意了 玩什么不好 玩条假蛇 谢谢萨哥的赏 五阿哥是 喊什么喊 豪丧的 三阿哥 我在这儿呢 六阿哥上书房喽 我来了 我李爷 你又困了 敢笑 留声我捶你 客人 电哈哈 Terima 小兔 尤其 的是 阿格曼给师父见礼喽 师父好 阿格曼请坐吧 谢谢师父 我说喜子哥 这每天上书房都这么行礼啊 人说师徒如父子 让师父给徒弟跪下的 当然不合适 可让未来的皇上 给他将来的大臣磕头 那也不合适 所以就这么着 学生啊 想坐位行礼 师父从旁边换礼 今天书房是开讲 题目呢 仍然是查经 我想来想去啊 想出一个好题目来 杏仁兄 你让我开的题目是两个呀 那两个题目今天咱们都不用用了 提纲老弟啊 今天我带来的这个题 其实就是一个字 这个字就叫人 朱师傅 开门没两年就读过这个了 怎么还开呀 这虽然是一个字 可是这个题目 其实人生的一辈子 怕都做不完 既然三阿哥说 这是个开过的题目了 那我想请问三阿哥 论语上说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德之不除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德之不去也 君子去人误乎成名 请三阿哥讲讲这一段 朱师傅 您看这题目也太简单了 那什么 老五啊 你说说吧 师傅问话怎么能这么唐突 三哥 还是你说 朱师傅 我还记得 当时您说过什么富贵贫贱什么的 这个富贵吧 那是好东西 可是呢 不是正路来的 那也不能用 贫贱那是个糟心的事 但是 也不能为了摆脱贫贱 就不走正路 解得好 解得好 圣人之意 由三阿哥这么平时到来 倒是别有一种智力有生的意味 好 朱师傅 朱师傅 解得不错吧 大义不错 可是开题之指不再示意解字 而在知而行 朱师傅 话说到这儿 那我就要问您一个问题了 是 我也想当一个什么人君子 可是这人有什么用啊 人说马善被人起 人善被人欺 朱师傅 君子国里的人 如果到了这世面上 那还怎么活呀 三阿哥的意思 是说人有道用 而无实用是吧 我就是这个意思 你们哪位阿哥 能回答三阿哥这个问题 三哥这个疑问 我记得师傅从前 已经解答过很多次了 我就不用再说了吧 解答过了吗 我怎么不记得 老我 你记得吗 三哥不记得 我怎么能记得 没有的事啊 三哥 您人在上厨房 心什么时候不跟长了草似的 您要是能记住 那可还就怪了 站起来 老六 我无论余闲 这书房里也是我最大吧 老五不发威 你当我是病猫啊 说 怎么打 怎么罚 我你 各位阿哥 书房的规矩我不必多说了吧 如果谁再动手 那我就纵命着皇上 皇四子 四阿哥开题 好 四阿哥请 人者必胜 西楚汉相争 项羽强 而刘邦若 刘氏百战百败 而有天下 何也 仁也 入关中而约法三章 代民权 大清国的江山早就在这儿了 百战百败 老四阿 你可真有耐心法啊 不过我只知道一件事 我这个人最讲仁义 如果我当了皇上 那么在座的各位兄弟 一律的都封铁帽子亲王 世袭网替 三哥 有句话我没有听清 你刚说要当什么 当皇上 我说什么了 你们怎么都吓成这样 三哥 你想找死啊 老柳 你小东西你人不大 你够阴毒的你 我算看出来了 你是不把我脑袋搬家了 你不罢休啊你 三哥 你说当皇上的 你怎么能怪到我头上呢 你 我 三哥 咱们都是兄弟 何必动凶呢 瞧见没有 又有一个 根本不把我这个当哥哥 放眼里的 三哥四哥 别闹了 怎么着 还带拉片手的 别闹了 别闹了 咱们不劝家呀 大爷你可真笨 主怎么打掉你劝谁呀 来来来 来呀 爷请你喝茶 哎呀我说公公们 快点上茶呀 小王八 喊什么喊 你娘生你的时候没告诉你 你爹当初在上书房当差啊 喝茶就喝茶 喊什么 你快点 当事儿 来喝茶 来 皇上 要不要传羽衣啊 朕没病 传什么羽衣啊 皇上 据臣看 皇上的脸色有些虚弱呀 朕说没病就是没病 皇上宣劳国事 为天下万民做主 都是臣等的不是 不能替皇上解忧 臣等万分惭愧啊 现在 朕最担心的 是万一有一天真 谁来统于万民哪 皇上 臣等既为上书房师父 臣等必定不负皇上众托 还说不负众托呢 都在上书房打起架来了 臣的是 岂有此理 臣回去必定则以道义 让他们回赶 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打起来了 是因为 都是些小事皇上 三阿哥的墨水不小心 撒到了六阿哥的身上 四阿哥不干了 就跟三阿哥斗上了气 五阿哥从旁拉架 可是这四阿哥和六阿哥又不干了 所以 阿哥们名为兄弟 可是大一生下来 就从额娘身边抱走 一个人身边保母八个 乳母八个 什么 针线上人 江洗上人 灯火上人 锅灶上人 断了奶了 还有几个太监交礼仪 反正都是一堆下人围着 兄弟之情就淡漠了 皇上 所以臣最近开提 纵是从头将起 希望阿哥们 朕成绩大统的时候 就是因为朱皇子觊觎皇位 闹得天下纷扰 所以 朕才决定不立太子 到了今天 看样子这件事是想躲也躲不过去了 皇上 皇上正当壮年 鼎盛之计万岁 万岁万岁 从来的皇上都称万岁 可是哪个真的万岁了 秦始皇要是一万岁 还有大清国吗 那皇上的意思 一个君主贤明通达 文质武功 那才算是一半的好皇上 把魏传给一个好皇上 那才是一个完整的好皇上 皇上所论 是古今未有之言哪 行了 甭派朕的马屁了 朕要替天下百姓 认真地选个好的接班人 那皇上是看文章还是看 文章要看 什么都要看 我就先听听 这些黄口小儿 都学了些什么 又能讲出些什么来 来 煤 刘晓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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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你都烤露 叫什么来着 是芙蓉啊 还是翡翠啊 娘 你看看你 不就是一只鸡吗 你大呼小叫的都一傻五呢 这孩子 这吃回鸡啊 你又觉得我唠叨 你们两个谁唠叨谁了 你就惯着他吧 有钱给他买书 这吃只鸡啊 倒像过节似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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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来吧 这烹鸡啊 我是最拿手了 那咱是芙蓉还是翡翠啊 这个芙蓉鸡片 翡翠鸡腿 华溜鸡肉 还有蛊 你怎么回来了 今天呢 上厨房散得早 那阿哥们呢 阿哥们给皇上烧香 皇上怎么了 这个不能跟你们说 慧如啊 上次你看食谱 上面有个一鸡三吃 有个汤叫什么来着 鸡汤 这汤 这个丫头 有人吗 你这个鬼丫头 我没叫你自己倒出来了 你能扎会算呀 他来了吗 他不来 我乐意来找你个刻薄鬼呀 你怎么知道的 那位来了 我知道了 我爹今天书房散得早 可我只有一台轿子 咱俩要集结了 没事 咱们快点走吧 要不我爹又啰嗦了 快来 慧如啊 周伯伯父 这富茶家的大小姐来了 慧如怎么不请人家进来啊 周伯父 不必了 我来和慧如出去到庙里烧香的 今天是什么日子 爹 你真多事 敬礼佛菩萨 难道还要选特别的日子 我去了 晚饭也不必给我留了 傅茶家是阔人家 必定不把吃鸡肉当魁子侍 我不占他家便宜白不占 我走了 你们到哪座庙里消香 你又给他找书去了 是啊 你看 颜柯的 好书 是啊 我想他肯定喜欢 那当然了 我有本事嘛 比老师能替他找到好书 我可比不上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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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尺里 于 于 诺才在 你上回说 从鸡香斋新得了两本送百书 是 带我去看看 是 大个笨符 三哥 老五 老六 你们有没有兴趣 算了算了 我可不想去了 满脑子全是熟 老五 今天晚些时候 咱们俩喝点 好啊 四哥 我不去了 我回去看我那条狗去 这儿得新做了一套皮肤 不知道合不合身 马尺里 一路上好好看顾四大哥 那我才知道 四大哥 日落前请四大哥务必回宫 驾 驾 老五 咱们回家去 走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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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客气了 我去烧香 回来路上讨扰一口水喝 您不必招呼了 是 池里啊 咱们到你房里去吧 是 四大哥 凤儿爷 有池里伺候着就行了 四大哥 奴才给您倒茶 不必伺候了 我待会儿叫你 这 他来了吗 在里边呢 慧如小姐 你 请出来吧 四大哥 四大哥 奴婢给四大哥请安了 何必呢 慧如小姐 请坐 慧如小姐 进来有什么好东西吗 四大哥到心急 我这两天逛来逛去的 倒逃出点物件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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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 你 就 我 一定什么人都能找到 你不看看那装针 是我重装过的 现在一说 倒看出来了 你不说出来 只觉得书从皮到里 到书籍 倒像是原本一体的 你也不用夸我的手艺 将来我爹要是犯了错 被耻夺了官位 我还有个手艺糊口呢 慧如小姐说笑了 朱师傅总领上书房 克勤克紧 怎么会被耻夺官位 四阿哥 心里有事吗 是皇上不好了 朱师傅回去说的 我爹这个人 你还不知道 宫里的事 他偶尔说一两个字 没说过一个整句的 皇阿玛睡不太好 四阿哥 你不必太过担心了 奴婢有句话 你说 看人要高看一眼 看事呢 要低看一眼 这是谁说的 古人 有道理 看人总要往好处想 高看一眼 看事总不能想得太过悲观 要低看一眼 这是哪本书上 哪个古人说的 原来是你说的 那你这本书 打算什么时候开笔写 叫个什么名头啊 我都不懂这两个人 说着说着 就笑声不断 有什么好笑的 难得世上 有这么说得来的两个人 只可惜啊 可惜什么 你倒愁眉苦脸的 只可惜 只可惜 只可惜啊 妹妹 你不是拿着醋呢吧 我和四阿哥又没什么瓜脸 他们只是君子之交聊聊天 我拿什么醋出来 你多嘴 行了 妹妹 是我胡说 你别生气就是了 好